第668章我们想突破 很快 第二轮战斗结束 单是闫若婷看到的 星战实验班这些少年们 获得的元龙数量 就已经足够他们完成任务的了 而且应该还是超额完成任务 还不乏一些较高级别的元龙 给大家恢复一下 动静小一点 凤凰别放了 蓝轩宇向身边的蓝孟琴说道 蓝孟琴再次谈起情趣 淡淡的绿色光运扩散 覆盖全班同学 给大家恢复着精力和体力 魂力也略微有所恢复 记住不多的时间 蓝轩宇让所有人开始冥想恢复 再次回到城头之上的时候 蓝轩宇的目光 也随之看向了护照外面的元龙数量 这次向龙元星基地发起战争的元龙 大约有三万左右 刚刚被放进来两波 已经损失了超过六千 但他们却丝毫没有要退走的意思 按照这样的情况计算下来的话 大约还要进行八次左右的战斗 在元龙全部不退的前提下 而且越是往后面 元龙的个体战斗力也就越强大 蓝轩宇向回到城头的严若婷道 前辈 我们下一轮就不参战了 大家消耗的有点大 需要冥想休息一下严若婷一愣 消耗大 他怎么没觉得这些年轻人消耗的大 先前还生龙活虎呢 虽说魂力肯定有一定的消耗 但再战一轮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难道说 他们在完成了任务之后 就选择了保守 好的 我去跟军方说一声 他没有多问什么 这些少年的实力已经彻底折服了他 更何况 前面两轮 他们击杀的元龙数量也已经足够多了 看看其他逗天者吧 加起来 恐怕还没有他们的零头多 来自于传灵塔 战神殿的那些逗天者们 现在都已经像是看怪物一般 看住他们这边了 老大 为什么不继续了 我们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啊 前蕾兴冲冲的道 他虽然还没有突破五环 主要是没时间 但刚刚这两场战斗 他却依旧有种使不完的利器师的感觉 并没有太大的疲惫 尤其是有蓝梦琴群体回复的情况下 自问再来两轮也是毫无问题 蓝轩宇双眼微眯 道 这次龙元星的任务数量 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的就是质量了 龙元金根据品级不同 给的积分和军功一定是几何倍数的 我们杀更多的低级 元龙收获也就那样了 从之前这几场战斗来判断 六级以下 包括六级的元龙 我们还是能够对付的 之后 我的战术要改变一下 专门杀高阶元龙 还有就是 我的命运之环空间有限 高阶元龙的尸体 金属强度大 更值钱一点 大家休整 然后我重新分配一下小组 老大 你真是棺材地下伸手 死要钱啊 我把钱胖子这绰号给你吧 钱磊听着蓝轩宇的话 脸上表情十分精彩 蓝轩宇淡淡的道 兄弟们 天意的钱不要赚的吗 此言一出 还没有天意的同学们 顿时恶狠狠地看向钱磊 钱磊赶忙举手投降 当我没说下一轮战斗 我们不参加 我想了一下 在确保安全 又能猎杀到强大元龙的情况下 我们兵分两路 卓涵 班里这边你指挥 我留给你22人 我们七个加上老兵 东辉和雨天 十个人组成一组 对那些强大元龙进行斩首行动 只针对6级以上元龙 甚至是尝试一下7级元龙 第二轮已经有一些6级元龙出现在战场上了 后面会更多 我们第四轮的时候出手 大家现在冥想 尽可能恢复战斗力好 丁卓涵向蓝轩宇伸出大拇指 他的控制系武魂非常强 又是六环魂帝 有他坐镇 团队的安全性自然较好 尤其是对付中低级元龙不会出问题 蓝轩宇他们十个人 可以说是班里的最强战力 尤其是他们七个 配合默契 轩宇 我想突破了 正在这时 唐宇格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惊讶地看向他 现在 嗯 我积累的足够久了 只是一层纸一样 很容易就可以捅破 时间足够了 我也是 我也突破吧 轩宇哥哥圆恩惠惠也开口说道 那就一起呗 我跟疯子也都压制得快受不了了 压不住了 钱磊凑了过来 战场上突破 蓝轩宇想了想 道 好吧 那就突破吧 我和孟晴为你们护法 我辅助你们突破 你们坐到我身边来 孟晴 你随时准备为大家补充生命力 生生不息果吃了吧 好蓝孟晴答应一声 蓝轩宇自己原地盘膝坐下 唐宇哥 钱磊 刘峰 袁恩惠惠分别坐在他身边四个方向 蓝轩宇双眼微眯 双手同时甩出 金纹蓝银草缠绕向钱磊和刘峰 银纹蓝银草则是缠绕向唐宇哥和袁恩惠惠 瞬间完成了连接 胸口处 淡淡的彩色光运荡漾而出 血脉漩涡开始飞速运转起来 它的身体表面顿时有鳞片浮现而出 左半边身体是银色鳞片覆盖 右半边则是金色鳞片覆盖 一时间 浓郁的气血之力宛如颈喷一般爆发开来 通过金纹蓝银草和银纹蓝银草 传导到四位伙伴身体之中 钱磊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金色毛发瞬间钻出 身体也重新膨胀起来 在它身体之中 彭腐有一股抗力 想要抵抗蓝鲜语的金纹蓝银草气息 但也在抵抗的过程中迅速变强 每一根金色毛发都闪耀着璀璨的光彩 令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发光的太阳似的 刘峰身上则是荧光缭绕 一块块白色鳞片覆盖全身 白色鳞片上的银色纹路就像是活过来一般 纷纷钻出体外 化为一根根锋利无比的银色尖刺 荆棘龙的虚影在它背后浮现出来 朝着蓝鲜语败下 然后骤然爆发出强烈的荧光 丝丝缕缕的向刘峰体内钻去 圆恩灰灰头顶上方 一团白光隐隐浮现出来 白色光蕴洒落在圆恩灰灰身上 它身上顿时有光芒荡漾而出 紫星灵宫自然进化成精灵王宫 悬浮在它身前 气息瞬间提升 原本的五圈魂环几乎是瞬间就变成了六圈 而且这第六圈魂环赫然是红色的 幻之精灵龙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竟是给了它相当于十万年魂环同等的能力 圆恩灰灰当初一年级入学的时候 就已经是五环魂王级了 后来一直努力修炼 早就已经到了五环巅峰 是在娜娜的帮助下 才没有突破 一直在压抑着境界 自己和幻之精灵龙则是越来越契合 此时它只是意念中出现突破的想法 这一层阻碍就瞬间破开 直接进入到了六环境界 而且魂力还在持续飙升 头顶上方的幻之精灵龙锁化龙蛋也是越来越亮 撒落的光灰已经将它完全渲染成了一个白色光团 伙伴们的变化 蓝轩宇自然都能感受到 不禁有些羡慕 什么时候自己的突破 要是也能变得这么容易就好了 第669章四人突破 就在圆恩灰灰突破的下一瞬 唐宇格那边也发生了变化 在它头顶上方 一团黑白光运浮现出来 化为阴阳图形 阴阳混沌鸟在光运上方盘旋 黑白双色洒落 原本出现在它身体周围 分别代表着木 火 土 金 水的五色光芒瞬间变得强烈起来 紧接住 每一道光芒都开始摇曳住强然划分 分成一明一暗两种光泽 五行分阴阳 它的五行麒麟 在这一瞬终于完成了净化 净化成为天干麒麟 五种属性变成十种 一时之间 阴阳二气盘绕 唐宇格的气息 也是持续飙升 一圈黑色魂环钻出 身上所有魂环 都在随之发生着变化 每一个魂环 都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光影 庞扶是在分裂式的 但很快又融合为一 前面六个魂环 全部变成了代表着万年的黑色 七个黑色魂环 盘旋在它身体周围 成为了那十种色彩的背景板 唐宇格的眉心处 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阴阳鱼的纹路 隐约之间 天地轰鸣 天空中甚至有雷霆滚 阴阳混沌鸟 乃是代表着大气韵的存在 虽然龙元星并不适合它 只有晶元素 而不是五行俱全 但也同样引起了共鸣 幸好 这雷霆并没有披落下来 颜若霆刚刚跟军方交流 完毕回来了 还没走到地方 就看到这边生腾起来的五道光柱 居中的蓝轩宇 头顶上方 一惊一银 两道光芒相互盘旋 各自呈现龙形 在它身边 其他四人身上也都是迸发着瑰丽的光彩 颜若霆眨了眨眼睛 这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战场突破 他一眼就看到了唐宇哥身上的七个魂环 七环魂帝 这群四年级学生之中 竟然诞生出七环魂帝了 事实上 如果唐宇哥想的话 他早在一年前就能突破七环魂帝境界了 毕竟如果不是主动降级 他现在应该是六年级的毕业生 当初 正龙江在他这个年龄都已经突破到八环了 当然 不同五魂的突破难度不一样 但以唐宇哥的天赋 七环魂帝对他真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五魂的净化 阴阳混沌鸟让他的五魂直接净化 而不是变异 变异可好可坏 净化只会变得强大 在这一瞬 正在突破的四个人 内心之中都是庆幸的 前蕾的庆幸在于 当他突破的时候 他就发现 经胖子带来的气血之力实在是太庞大了 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酝氧身体 在和他持续融合 压制着魂力不提升 甚至是血脉也不突破 不断地努力锤炼身体 让身体的承受能力变得更强 哪怕如此 这次突破依旧带给他极大的负荷 大有身体要被冲破一般的感觉 是蓝轩宇的金纹莱茵草 帮助他压制着金胖子的气息 不至于一次性释放出来 他才能逐步吸收 同时也是因为他这几年后继薄发的准备 才能够霍金胖子融合得这么迅速 不然的话 要么是金胖子的血脉气息流失 要么就是他要被撑爆 刘峰的突破是最平稳的一个 相对来说 金纪龙没有那么霸道 而且早已和他极为熟悉了 但是 这几年的压制和积累 却让他对空间属性 有了充分了解 在突破的过程中 当他感受到自己和空间之间的契合 感受到自己和金纪龙的彻底融合时 那种空间在空的感觉瞬间就让他有了名物 没有先前的准备 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空间感悟得如此深刻 时间和空间 一直是最神秘也是最强大的两种属性 在这一瞬 他终于进入到了空间的世界之中 圆恩灰灰的兴奋来自于他和金灵龙之间的关系 历代金灵族强者都有融合金灵龙的机会 但能不能成功就很难说了 成功几率其实是很低的 当初他的外婆让他去龙洞之中尝试 也只是一次尝试而已 却没想到他真的被幻之金灵龙选中了 但选中是一回事 融合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毕竟身体里还流淌住属于人类的血脉 所以和幻之金灵龙的融合并不容易 这几年的积累 压制 一直把自己压制在五环境界之内 不断地和幻之金灵龙进行沟通 这一刻终于苦尽甘来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幻之金灵龙 对自己的任何和融合的程度 他敢说 自己和这位金灵龙之间的融合程度 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金灵王 唐宇格就更不用说了 五行分阴阳这个过程 他一直都在深刻地体会 阴阳混沌鸟的帮助 让他对阴阳五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而此时 是他已经真正明白着其中真谛之后 才和阴阳混沌鸟进行的彻底结合 不但一举跨入魂圣境界 也完成了自身五魂的彻底蜕变 天干麒麟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而当五行分阴阳之后 它的实力也随之暴涨 对一切属于五行阴阳的细微变化 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感悟 四人都在迅速地突破住 而战争还要继续 防护罩第三次开启 猿龙尸体被喷射而出 射向远方 又是一批新的猿龙被放了进来 又是一批机甲战士投入到战斗之中 大战再次开启 根本不用交代 史莱克学院的众人 自然而然地就守护在蓝轩与他们五人身边 蓝梦琴开始弹奏翡翠玉皇琴 柔和的光运带着浓浓的生命力覆盖向五人 让他们在突破的过程中 有纯粹的生命能量吸收 伴随着被放进来的猿龙更加强大 下方的战斗也变得更激烈了 联邦这边投入了更多的机甲战士 射头上一些魂倒炮也开始投入战斗 对猿龙进行压制 当然对强度有所控制 尽量不真正伤害到猿龙 主要是不能损伤龙猿精 那头身高百米的巨大猿龙 此时已经在距离护召不远的地方了 和射头的魂倒炮不断地对轰 这大家伙极为强悍 当要塞向外投掷猿龙尸体的时候 他大嘴一张 就会吞噬其中一部分来保持自身的能量强度 第三轮战斗持续的时间明显比前面两轮更长 先前史莱克学院星战实验班 这边没有投入战斗进行修整 也让联邦军方投入了更多的机甲战士 足足上百机甲战士负责这边的区域 可效果却依旧不如先前蓝轩与他们三十几人取得的战果 由此可见 星战实验班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颜若婷站在不远处 看出这些分明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少年们 心中感慨 颜若婷赶忙迎上去询问情况 是军方的人送补给来了 主要是高能量食物和前进的饮水 无疑之前两轮战斗 军方对史莱克学院这些斗天者是认可的 总指挥布 把画面切到城头上 史莱克学院那边雷军则吩咐道 大屏幕上主屏幕切换完成 显现着城头的景象 第670章 他们是联邦的未来 雷军则看住城头上光芒闪烁的五个人 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这五个小家伙了不得啊 战场上的情况先前他自然也都看到了 史莱克学院的学生们展现出了超出他预料之外的强大战斗力 30多人宛如一体 他刚刚就给史莱克学院那边打过电话了 询问了一下 得到的答案是 这33名学生来自于史莱克学院星战实验班 学院那边给出的解释也就只有这一个而已 并没有再多说 星战实验班 这好像是史莱克学院从来没有过的 但能够被称之为实验班 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展现出了强大无比的战斗力 指挥弱定 配合默契 有些武魂甚至都是雷军则也没见过的 尤其是此时 那正在突破的这五个人 更是给人震撼的感觉 从先前的战斗过程中 他就能看出 这个班级的画室人居然是修为最弱的一个 而且所有人都明显对他十分心悦诚服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只是认为蓝轩宇是指挥方面有很高的天赋 但当他看到蓝轩宇帮助其他四个人突破 其他人都未坐在他身边的时候 雷军则就明白 这个年轻人绝不仅仅是指挥有能力而已 无论是精灵王宫还是五行麒麟 亦或是黄金笔蒙和白龙王 这些五魂都是雷军则没见过的 但没见过归没见过 强大与否他肯定能分辨得出来啊 这些年轻的小家伙 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史莱克学院看来又要出一批了不得的魂师了 传令 执法队注重注意史莱克学院那边 稍后如果他们继续参战 注意保护 务必不要有任何一名史莱克学院的学生发生危险 总指挥 这似乎不符合斗天者的规则一名参谋低声说道 雷军则淡淡地道 他们是联邦的未来 至少 在我这里 我绝不允许他们任何一个出事 要是斗天部之后有什么问题 让他们直接找我 明白斗天部 战神殿 这都是和军部能够平起平坐的存在 尤其是斗天部 内部构成复杂 但对于雷军则来说 他是将军 但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长 尽管他甚至都没有进入过内院学习 但是 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情感却越发的深刻 承担这一点责任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三轮战斗终于结束了 而这一次 基地方面没有立刻开始下一轮战斗 而是也进行着修整 城头上 浑倒炮开始加强火力 用炮火压制外面那些 旱不未死 依旧在持续冲锋的元龙 震荡弹是最主要的攻击手段 不断地将元龙击退 却很难伤害到他们坚实的身体 元恩灰灰第一个睁开双眸 在他头顶上方的金灵龙弹上 白光舒展开来 彩色双翼张开 洁白的金灵龙身上生长的 不是鳞片 而是羽毛 它就像是一只最美丽的大鸟 在元恩灰灰头顶上方盘旋 但身影却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幻起来 最终 巧无声息地融入到元恩灰灰体内 消失不见了 突破完成 六环灰灰 而且 他的魂力已经直接飙升到了 接近六环巅峰的水平 压制了两年多的时间 魂力并不会消失 更何况还有金灵龙的融合 虽然没有进行测试 但他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提升了一大减 尤其是魂力 提升得非常之多 下意识地 他的目光投向对面的唐宇格 而也就在这时 唐宇格睁开了双眸 在他身后 一头麒麟缓缓浮现出来 身影一闪 一只光芒暗淡一些的麒麟 分离出来 两头麒麟若隐若现 彼此交融 最终融入到他体内 消失不见 七环魂胜 唐宇格已经正式成为了高阶魂师 元恩灰灰撇了撇嘴 自己应该也用不了太久 可以成就魂胜的 哼 刘峰的突破也完成了 荧光收敛 身上的一道道银色尖刺 纷纷收拢 最终在他手中凝聚成一柄银色长枪 银色长枪上白色鳞片覆盖 将长枪重新编成白色 他的身体周围荧光闪烁 空气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细细秘密的细碎裂痕 荆棘龙魂灵 彻底融合 吼 一声咆哮响响起 钱雷猛地站起身 双臂在身体两侧张开 仰头望天 发出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他的身体开始持续增大 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六米开外 一直到接近七米才停止了成长 全身金色毛发似乎是暗淡了几分 但却更加深邃了 一双眼眸之中 胸光闪烁 强烈的气血波动迸发 下一瞬 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看向 依旧盘膝坐在地上的蓝轩宇 眼眸中的瞳孔突然竖起 蓝轩宇张开双眸 他的眼睛瞬间变成了金色 抬头看向高高在上的钱雷双眸 你瞅啥 被他那金色的眼眸一看 钱雷眼底的凶利之气顿时散去 用力地晃了晃头 身体重新缩小 变回人形模样 蓝轩宇道 你要控制你自己 钱雷点了点头 道 是 金胖子随着变强 凶性也是越来越强 要不是我精神力强大 还真有失控的危险要脸吗 自己说自己精神力强大 蓝梦琴没好气得到 钱雷嘿嘿一笑 没你强 肯定没你强啊 蓝梦琴道 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的精神力是多少 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强 钱雷道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 蓝梦琴翻了的白眼 不再理他 老大 怎么还没开始 我已经有些忍不住了 哇哈哈 我这力量 至少增强了一倍啊 钱雷亢奋的原地挑了挑 城头的金属顿时被他踩出两个凹陷 破坏公务自己赔偿 蓝轩宇站起身 默默地感受了一下伙伴们的变化 在他的血脉刺激下 大家都已经进化完成 此时此刻 他们这个小团队 才算是能够真正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实力了 遥望城外方向 在混岛炮 震荡坛的轰炸下 元龙群似乎变得越发狂暴了 经过先前三轮的战斗 已经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元龙战死 这要是换了人类军队 死伤超过三分之一 恐怕士气就要崩溃了 但这些元龙看上去却依旧是前赴后继 丝毫没有要退走的趋势 似乎不死前进就不算晚 准备战斗吧 第四轮应该要比先前烈度大得多 我们十个 主要针对六级元龙出手 卓涵 你这边以稳为主 如果发现抵挡不住 立刻发信号给我们 然后回撤 不要恋战 安全第一 明白丁卓涵伸出两根手指 朝着蓝轩羽晃了晃 就在这时 城头上 炮火一顿 防护罩终于再次开启 第四轮战斗 开始了 城头上 比先前数量多出50%的机甲战士 蜂拥而下 直奔前方冲去 而大批的元龙也被放了进来 走 蓝轩羽一挥手 带着众人也同样朝着城下冲去 战斗继续 第671章斩首行动 雨天身上光芒一闪 他那巨大的树蛇魂灵 顿时被释放出来 巨大的蛇尾在接近地面的时候 猛然向下抽击 借助反弹之力 借助了从天而降的雨天 蓝轩羽落下 站在雨天身后 同样是在树蛇那巨大的头颅之上 感受到他的到来 树蛇顿时迸发出一声欢呼般的嘀吼 一根金纹莱银草也随之缠绕在他的下颌处 令树蛇全身都散发出一层淡淡的金光 树蛇的体型明显庞大了一圈 身上的鳞片微微鼓起 隐约有金芒闪烁 雨天手持墨刀 全身迸发着 魂力围绕着他的身体升腾而起 呈现出宛如气焰一般的状态 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强和攀升 他这可不是燃烧自己的武魂 而是本身能力如此 他的墨刀手中气势 气势越强战斗力就越强 主无坚不摧 其他人纷纷落在他们周围 冲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前蕾 手中扔着那巨大的流星锤 在他两侧分别是唐宇格和白秀秀 互助两翼 流风化为一道荧光 悄无声息地在周围游走 潘西坐在翡翠凤凰背上的他 宛如仙女一般 长发飘飘 灵东辉则是在另一边 胯下骑乘着一头 身长五米开外 全身冒着金红色火焰的巨大狮子 这是他的魂灵 当初从精灵星获得的强大魂灵 火焰狮子王 乃是狮类魂兽中火属性最强的存在 和灵东辉极为契合 冰天凉的身形不是闪现 电光缭绕 似乎随时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蓝轩与和灵东辉头顶上方 一只通体洁白但双翼彩色的金灵龙飞舞 完成了彻底融合之后 他已经能够显形出来 原恩灰灰就契承在他身上 就连蓝轩与自己心中都充满了羡慕 什么时候 自己也能拥有一个强大的魂灵啊 兽神地天那个不靠谱的 自从和自己融合了之后就没醒过 叫都叫不行 本来还说每年能够醒过来一次 帮自己答疑解惑的 根本就没醒来好不好 要是自己能够齐承着 长达千丈的惊艳黑龙王 那多么炫酷啊 不过可以想见的是 一时半会儿是不太可能了 他也根本就不是自己的魂灵 但蓝轩鱼也相信 如果自己真的是有危险的话 兽神地天还是一定会出现的 不然自己死了 他也活不了 膨胀到六米开外的金胖子 手持流星锤一头就冲进了元龙群之中 流星锤抡起来 那真是所向披靡 先前他还没有完成进阶之前 就已经能够横扫六合了 此时身形暴增 力量也是暴涨 全身金色毛发炸起 眼中凶光迸发 那从心霸元龙尾巴上得到的流星锤抡起来 瞬间就砸飞了十几头元龙 大踏步前行 锁过之处 气焰迸发 就连那些没什么智慧的元龙似乎都被他震慑到了 在他两侧 白秀秀凝聚成兵魔龙枪 不断刺出 元龙强悍的防御在他面前似乎就像是不存在似的 兵魔龙枪尖端的深紫色轻而易举的在瞬间会腐蚀掉元龙的防御 直刺本源 要不是担心毁掉龙元金 他一枪就能将龙元金刺破 另一边的唐宇格更加强悍 他已经是七环修为 真正的魂圣级强者 虽然还没有凝聚属于自己的魂盒 但进化后的天干麒麟武魂却已经让他成为了团队中绝对的第一强者 身上散发着刺目的白光 身形在元龙身上闪烁 轻而易举地穿越过一头头元龙的身体 抓出龙元金 这次 蓝轩宇没有去收取尸体 因为来不及 刘峰纵横在元龙之间 收取着被伙伴们击杀的元龙龙元金 他们十个人就像是一柄尖刀一般 迅速插入人群之中 灵冬灰端坐在火焰狮子王背上 头顶上一轮烈阳光芒闪现 一团团火球不断地喷射而出 然后在周围的元龙群中炸开 不让更多的元龙合围上来 空中的元恩灰灰稳稳地坐在幻之精灵龙背上 他就像是高傲的龙骑士 手持长弓却并没有急于攻击 似乎是在积蓄住什么 星战实验班的其他人 此时也同样已经下了城头 聚集在一起 在丁卓涵的指挥下 就跟在他们十个人后面 去击杀那些被他们冲乱了阵型的元龙 很快 蓝轩羽他们就看到了第一只六级元龙 爆和一声 钱磊就抡住流星锤冲了上去 那是一头和他们之前击杀过的星霸元龙 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存在 感受到威胁 星霸元龙猛然回身 巨大的尾巴抡起 带着刺目金光 浓烈的金属元素波动 就把大尾巴朝着钱磊砸了过去 砰巨响声中 两个流星锤瞬间碰撞 钱磊的流星锤被荡起 那星霸元龙的大尾巴 也被砸得横扫而出 砸飞了周围好几头元龙 平分秋色 二者力量上竟然谁也没占到便宜 蓝轩羽都看惊了 胖子这进化之后 力量这么大了吗 那星霸元龙可是六级元龙啊 以力量著称的六级元龙 胖子这力量简直不是人啊 黄金笔蒙不愧是连娜娜老师 都非常重视的强大存在 而这一下碰撞似乎也激发出了 黄金笔蒙的凶性 钱磊猛然将自己手中的流星锤甩出 再次砸向对方 但这次却是脱手而出 与此同时 他竟是合身扑了上去 站在蓝轩羽身前的雨天 本来末刀都已经举起来了 此时忍不住扭头看向蓝轩羽 这家伙是不是忘了他还有队友了 还有 他怎么这么强了 甩出的流星锤 砸得星霸元龙一个裂浅 向后倒退 然后他的肩膀就被钱磊一双大手抓住了 身高膨胀到六米高的钱磊 此时比星霸元龙还高半个头 一双手掌带着利爪抓伤那星霸元龙的肩膀后 全身毛发突然迸发出一层血色光彩 下一瞬 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双手瞬间膨胀到原本三倍大小 手臂也粗壮了一倍有余 扑的一声 居然就那么将星霸元龙的身体撕开了 正在前窗的众人无不停顿下来 这什么情况 每个人脑海中都是无数问号浮现 不是说好了大家要联手击杀六级元龙的吗 钱磊这一个人就给单杀了 吼 仰天爆吼一声 钱磊身上的血色光彩瞬间生腾 变大的双掌之上 利刃弹出 足有一米多长 也不再用那流星锤了 就那么悍然冲入了前方的元龙群中 双臂展开 那巨大的利爪挥舞起来 所过之处 星霸元龙纷纷被切成碎块 竟是无一合之敌 这小子进入嗜血状态了 跟上他 蓝轩宇大喝一声 赶忙跟伙伴们跟在钱磊身后向前冲去 嗜血状态下的钱磊明显有些失控 但也绝对是强得可怕 元龙的金属身躯对他那利爪来说 似乎和豆腐也没什么区别 利爪挥出 只要是碰到了 元龙就会被切割成数块 第672章 你敢 眼看着 他们就要杀穿前方的元龙群 冲入有机甲式战斗的敌群之中了 蓝轩宇脸色一变 此时的钱磊状态不对 一旦让他冲过去 说不定就会殃及到军方机甲战士 连元龙的身体都挡不住的利刃 他并不认为军方机甲就能抵挡得住 钱磊 蓝轩宇爆喝一声 眼中紫光喷涂 精神力瞬间爆发 钱磊身体僵直了一下 然后扭头看向蓝轩宇 顿时蓝轩宇看到了他那双青红色的眼眸 身形一闪 蓝轩宇到了雨天身前 站在树蛇的头顶之上 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龙的龙鹰之声 经文蓝银草 第三魂记 黄金龙吼 一个巨大的金色龙头透体而出 那震耳欲龙的龙鹰 哪怕是在战场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能清晰地听到 周围的圆龙听到这个声音 都摇摇晃晃地晃动起来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而在这一声龙鹰之下 钱磊眼中的疯狂也退去了几分 向蓝轩宇点了下头 身上血光并不衰减 转身向密集的圆龙区域杀取 蓝轩宇略微松了口气 钱磊的情绪并没有完全失控 还能听懂自己龙鹰声中的含义 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真是要注重给他提升精神力了 不然一旦战斗 血脉失控可是大麻烦 他现在这种狂暴的战斗方式 想要制服可不容易 钱磊杀得太凶猛 以至于其他人跟在他后面 甚至有点无事可做的感觉 收拢龙元晶 高阶的圆龙尸体也收了 一会儿的功夫 就先后有三头六级圆龙 倒在了钱磊的力爪之下 哪怕是六级圆龙的防御力 居然也挡不住他那力爪 而钱磊身上的血光 似乎也伴随着杀戮 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 身上嗜血的气息 也在不断增强 似乎杀戮就能激发着 他的血脉越来越强大似的 轩宇继续这样不行 我怕他失控 我感觉不太好 坐在翡翠凤凰背上的蓝梦晶 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也感觉到了 钱磊持续提升的血脉强度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战斗力是在提升 但隐约之间 他也有种感觉 钱磊的生命力似乎是在流逝 这次的突破之后 钱磊对自己的控制力 似乎是降低了许多 事实上 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上古一种 黄金比猛血脉极其强大 哪里是人类所能比拟的 虽然他和钱磊的血脉融合 有了生死契约 但本性却不会改变 比蒙巨兽本来就是主杀戮的存在 钱磊虽然压制了好几年才突破 但也同时压制了黄金比蒙内在的凶性 这次突破之后 实力暴增的同时 他的凶性也极待绽放 如果钱磊能有时间 慢慢地感受和控制住这些力量 自然不会有问题 但刚一突破就投入到战斗之中 这问题就来了 蓝轩宇再次发出震天龙银 黄金龙吼震慑 他必须要叫钱磊回来了 但是 这一次钱磊身上血光冲天 他的精神力竟然都无法突入到 他的气血波动之中 钱磊似乎还受到了刺激 攻击得更加凶猛了 继续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生命力耗空 他有点停不下来了 蓝轩宇也有些急了 此时 第四轮的战斗已经进行了大半 大部分猿龙已经被杀死了 而失控的钱磊 先前甚至是冲到了防护罩上 被反弹了回来 然后他就怒吼连连地给了防护罩好几爪子 蓝轩宇知道这样不行 现在想要控制住钱磊 或许只有自己龙神变的气息才有可能了 脚尖在树蛇身上轻点 蓝轩宇就要施展龙神变冲上去 但在这时 一道闭光竟是在他之前 率先冲向了钱磊 孟琴 不要 他失控了 蓝轩宇大叫一声 蓝孟琴却并没有听他的 双手在琴弦上持续波动 一圈圈碧绿色的光运 顿时朝着钱磊笼罩而去 那并不是要控制他 而是向他源源不绝地注入着生命气息 不让他陷入生命衰竭的危险 得到了生命能量的注入 钱磊仰天咆哮一声 也随之转过头来 一眼就看到坐在翡翠凤凰背上的蓝孟琴 眼中心红色大圣 猛然举起了自己 那不知道杀了多少元龙的力爪 不要 众人无不呐喊 而在这一瞬 哪怕是蓝轩宇也来不及救援了 强烈的恐惧瞬间冲上心头 毫无疑问 钱磊这力爪要是落下去 蓝孟琴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的 但也就在这时 蹲坐在翡翠凤凰背上的蓝孟琴 却没有丝毫畏惧 翘脸仰起 看向面前恐怖凶悍的钱磊 挺胸仰头 美眸瞪视 娇喝一声 你敢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钱磊那已经高高举起的力爪 就是没有落下 眼中心红色的光芒 更是瞬间收敛下来 看中面前的蓝孟琴眨了眨眼睛 然后用力地连续摇头 嘴里嘟囔着 不敢 不敢 然后她的身体就迅速缩小 身上的金色毛发 也随之向体内收拢而去 雨天目瞪口呆的道 这也行 这前胖子是有多怕孟琴啊 蓝轩鱼也是嘴角抽搐 心中暗想 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内心之中有多少畏惧 才能在嗜血狂化的状态下 瞬间被解除 蓝孟琴自己都有点发冷 看着迅速变小 然后直接就一屁股坐倒在地 眼神茫然 脸色苍白的钱磊 忍不住扑斥一笑 她突然觉得 刚才那朝着自己连连摇头的家伙 嘴里说着不敢的家伙 真的有些可爱 众人此时已经一拥而上 不再冲锋 而是将钱磊围在中间 冰天梁闪身到钱磊背后 双手一抄 就把他从地上抄了起来 他和刘峰 其实先前已经赶到了 如果钱磊真的对蓝孟琴出手 他们也来得及把蓝孟琴拉开 钱磊看看他 再看看另一边的刘峰 张了张嘴 然后就翻了个白眼 晕了 蓝轩与贺道 把这家伙弄到树蛇背上来 不打了 我们往回杀 他先要保证钱磊的安全才行 而且刚才这一阵冲杀 钱磊的凶悍 甚至是杀的那些猿龙 都不敢靠近他们了 以至于他们的回程非常顺利 等他们回到城头上的时候 下面的第四轮战斗 基本已经结束了 回到城头 蓝轩与赶快给钱磊嘴里 灌了一瓶子海神湖水 然后塞了一颗生生不息果 蓝孟琴一只手按在他头上 注入生命能量 帮他调和身体 下面战斗正式结束 星战实验班的少年们全部回归 和他们一起归来的 还有几台黑级机甲 机甲开启 从里面走出来几名军人 解除了身上的斗铠之后 也围过来看钱磊 蓝轩与疑惑地看向他们 就看到这几位黑级机甲的机甲师 全都向他伸出大拇指 在指指钱磊 牛 军人的好物是最简单直接的 战场上的勇士 是他们最尊重的 更何况 钱磊先前 已经不只是勇士那么简单了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一人就杀了二百元龙 还包括四头六级元龙 第673章 十大麒麟 这份霸道的实力 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 这绝对是猛将啊 这要是能加入军队 绝对有前途 本来是准备过来认识一下的 却发现钱磊已经晕了 那就在旁边看看 片刻之后 钱磊的生命气息 已经稳定了下来 无论是海神湖水 还是生生不息过 都有着非常浓郁的生命能量 弥补他先前的亏空 可能需要一定时间 但至少不会有危险了 疯子你把他送回休息的地方 让他休息吧 蓝轩宇向刘峰说道 刘峰点了点头 背起钱磊就走 蓝轩宇看向伙伴们 道 钱磊的变化怪我 他的黄金笔门 应该是血脉问题 刚刚突破没能稳固 导致了血脉爆发 短时间内不能让他战斗了 需要调理一下唐宇格道 也不能怪你 因为我们也都想不到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过其实效果挺好的 让他这样释放一下 也能够迅速地和自己的能力融合 等他恢复过来 就基本掌控自己力量了 轩宇 我也想试一下 下一轮的时候 让我来主攻吧 蓝轩宇一愣 你想试一下什么 唐宇格道 就像钱磊那样 满一下 你没发现吗 刚才他在持续 嗜血狂化战斗的时候 对自身能力的掌控 越来越熟练 实力也越来越强 固然是在消耗生命力 但这也是与自身力量的结合 这种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这是真正的战场 有真正的压力和敌人 我也想要试试 以促进我早日凝聚魂合 只有拥有了魂合 我才算是真正的魂上 而且你放心 我不会像他那样失控的 我只是想要全力以赴的战斗一场 好 那我们大家护住你 蓝轩宇点了点头 唐宇格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护照外 眼底流露着坚定的光芒 之前一直都没出过手的 袁恩恢恢在不远处看住他 在这一刻 他突然觉得 唐宇格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他好像真的长大了 是啊 自己这个姐姐 已经十七岁了呢 就快要十八岁了吧 十八岁是成年的年纪 几年相处下来 虽然他们偶尔还是会有些别扭 但基本已经能够坦然相处了 毕竟 大家都长大了 经过了四轮的战斗 军方机甲师们也需要再次修整 蓝轩宇也让伙伴们赶快趁机休息 宇天凑到他身边 低声道 队长 说好的你配合我杀敌的 咱们什么时候来啊 蓝轩宇道 宇格说下一轮他主攻 磨合刚刚突破的能力 你再等等吧 宇天看了眼唐宇格 觉得自己惹不起 那就再等等吧 他随后又有些扭捏地说道 我的磨刀也需要磨合的 你一个大小伙子 弄得跟小女生似的干嘛 蓝轩宇一阵恶寒 宇天嘿嘿一笑 会哭得孩子有奶吃 队长 不 老大 你要让我过过瘾啊 我这气势是需要酝酿的 之前一刀砍死一头星霸元龙 我对刀法的感悟明显上升了一大截 行了 知道了蓝轩宇当然可以让大家分散作战 但是 那就必然会有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 他不能让任何人冒险 团队作战可以相互协作 也可以相互保护 这次休整的时间 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 让所有人都得到充分休息 机甲师们已经又换了一批 军方那边也有人过来告诉他们 他们已经做了很多 可以随时撤下去休整了 但蓝轩宇却不认为 现在应该撤下去 休整的时间有的是 他们虽然也有消耗 但有蓝梦琴在 持续战斗还是可以的 现在还不到他们休息的时候 而护照外的猿龙群 似乎也没有要退走的意思 大有不死光不算完的味道 那头身形巨大的猿龙 已经不再攻击了 只是在远处冷冷地 看住他们这边的方向 冰冷的目光深邃而沉静 似乎并没有疯狂的味道在其中 第五轮战斗开始 护照再一次开启 这一次 冲进来的强大猿龙数量 就更多了 其中最强悍的是 超过50头以上的6级猿龙 还有三四头 先前战场上从未出现过 身高超过10米的大家伙 七级猿龙 战场上 第一次出现了 七级猿龙这样的存在 这些七级猿龙 不但身体更大 而且模样也有所不同 他们看上去 有点像是巨龙的样子 只是身体更加的肥硕 背后长出一双 并不能让他们飞行的翅膀 却似乎有帮他们 改善体重复合的作用 能够让他们短时间内 在空中悬浮 七级猿龙 通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金色 不是普通猿龙的暗金色 而是有些通透的金色 身上还有一层层光运 不时流转 众人下了城头 唐宇格向蓝轩语道 七级猿龙的身体 本身不用提炼 应该都是稀有金属的层次 稍后 我试一下攻击其中一只 我要是不行 你们帮我 但在我没有被击败之前 不要出手 好嘛 蓝轩语沉声道 在确保你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唐宇格道 放心吧 我有五行盾法 或者现在应该叫天干盾法 他们这种纯粹的金属性攻击 不可能伤害到我生命的 我要开始了 蓝轩语向他点了下头 唐宇格双眼微眯 身上的第七个魂环骤然点亮 顿时 他的身体迅速发出变化 一声轻亮的长啸声响起 下一瞬 他已经变成一头身长四米左右的麒麟模样 身形不算特别庞大 但却有些虚幻 五彩光芒在身体周围流转 隐约之间 还有另外一团黯淡的五彩光芒 如同残影一般拖拽在身后 唐宇格 第七魂记 五魂真身 在五魂真身的状态下 他的其他所有魂记 都会被提升百分之百 更具有天干麒麟的强大能力 这位星战实验般的第一强者 终于要绽放出属于他的光彩了 天干麒麟高高跃起 彭扶在空中悬停住了似的 下一瞬 一鸣一暗 两道金色光影突然从他身上分离出去 直奔下方的元龙群冲去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大片的元龙开始融化 没错 就是融化 那两道光影锁过之处 元龙身体立刻就软塌塌地抖了下去 只有龙元晶没有受到创伤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两道沟壑就那么出现在了元龙群之中 那两道光影一直冲出百米 才徐徐消失 天干麒麟天赋能力 麒麟分身 刚刚分身而出的 乃是更金麒麟和星金麒麟 分别代表着金元素的阳属性和阴属性 两大金元素麒麟所过之处 金属性的元龙根本无法抵挡 因为更金麒麟和星金麒麟本身就相当于金元素精灵一般 掌控住金元素的变化 低界元龙 对金元素的掌控怎么可能和它们相比 天干麒麟随之冲出 速度奇快无比 它的身体突然分裂出另外八头麒麟 悍然前冲 会和两头金元素麒麟 碾压一般冲了过去 甲目麒麟横冲直撞 所有试图阻拦在它身前的元龙 都如同被粗壮的树干撞飞一般 以木麒麟身体周围藤蔓缭绕 代表住木元素因属性的它 将一头头元龙缠绕在原地 冰火麒麟爆发着刺目的太阳之火 火光锁过之处 正是元龙克星 大量的低级元龙身体融化 丁火麒麟散发着星星点点的蓝色火焰 锁过之处 宛如复古之躯一般 灼烧住元龙的身体 雾土麒麟从地面上爆发出一根根凸刺 将元龙顶飞 极土麒麟让大地塌陷 困住大量元龙 人水麒麟带着滔滔水浪 冲散元龙 鬼水麒麟则是配合着极土麒麟 在大地形成沼泽 将那一头头陷入的元龙吞噬 一时之间 石头天干麒麟展现出了战场上 无比强悍的实力 凭极一己之力 竟是困住了数百元龙之多 这样的战斗场面震撼程度 由胜于先前的潜累 这可是大范围作战 石头麒麟出现在战场上 那是怎样惊艳的场面啊 蓝轩宇和伙伴们 只需要跟在他身后收割就足够了 这一次也不用分开了 新战少年般的其他人 就跟在唐宇哥后面 将那些被装晕的 陷入沼泽的 被灼烧融化了一部分的 击杀 获取龙元金 效果之好 速度之快 比前面几轮都还要强上一些 第674章混沌 冰天良其实是同学之中 最震撼的一个 最近这两年来 蓝轩宇和他的伙伴们 一直都在压制着不突破 渐渐的 冰天良已经成为了班里 修为最高的一个 近乎和唐宇哥 到了平起平坐的程度 再加上紫雷雄魂灵的强大 班里有不少同学都认为 他才是目前 全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 冰天良自己心中也不无沾沾自喜 四年级就六环 五年级他有把握就能突破到七环 这在史莱克学院都是最顶级的存在了 未来考入内院应该毫无问题 但是 今日一战 当蓝轩宇的伙伴们突破之后 冰天良清醒了 钱磊刚刚进入狂暴状态之后 他感受到的是恐惧 虽然自身修为比钱磊要高了一个层次 但他却能感觉到自己的紫雷雄魂灵在瑟瑟发抖 那个时候吓得钱磊 似乎已经进入了类似霸体的特殊状态 他的雷电恐怕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而此时此刻 当他看到唐宇哥的天干麒麟发威时 他就明白 自己一直认为已经接近了这位 实际上差距是有多大 更别说他还看到了拥有成金色魂环的白袖袖和蓝梦琴 当蓝轩宇和他的伙伴们绽放出强大实力的时候 真的是他能够抗衡的吗 差距啊 还要努力 石头麒麟终于在遭遇第一头六级猿龙的时候 重新重合为一 天干麒麟高高跃起 下一瞬 四目金光犹如太阳一般爆发 蓝轩宇双眼微眯 他是所有人中精神力最强的一个 所以此时此刻 也只有他才能清晰地感觉到唐宇哥身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他的天干麒麟此时正在完成着五行香生的过程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香生 相当于是水麒麟 木麒麟 火麒麟 土麒麟先后香生 最终全部能量注入给金麒麟 更金麒麟和新金麒麟顿时变得无比强大 一抓扣出 拍击在横扫而来的流星锤之上 顿时 流星锤被直接抓破 下一瞬 星金麒麟已经闪耀住白赤色的光彩撞击在了六级圆龙身上 六级圆龙的身体强度远超低级圆龙 但也依旧扛不住这一击 身体表面被融化了一大片 超过五分之一个身体没了 更金麒麟扑上 一抓拍击在六级圆龙头上 星金麒麟突然化为一道白光 融入到更金麒麟的右前爪之上 阴阳融合 混沌之精 扑 六级圆龙的头被直接拍碎 硕大的龙元晶被挖了出来 向后一抛 唐宇格毫不停留 直奔下一个目标 战神殿的刘正武此时也看出这一幕 脸色不禁有些苍白 他在经历了三轮战斗之后 此时已经在城头上休息了 都是魂圣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五魂原来可以强大到这种程度吗 要知道 六级圆龙的战斗力并不逊色于巅峰魂帝 没有魂圣境界也差不了太多 而且身体极其强悍 还能掌控金属元素 在这龙元心上战斗是有加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刘正武不是对手的原因 可圆龙所有的优势 在唐宇格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本身就是金元素掌控者 进阶魂圣之后 更是能够轻松地掌控羹筋和心筋 对于金属的掌控能力已经到了极致 远在六级圆龙之上 六级圆龙最大的仪仗是坚硬的身体 在被克制的情况下就毫无作用了 先前前雷也是如此 他那一双黄金笔蒙利爪 拥有着近乎于无坚不摧的特性 六级圆龙的身体根本挡不住 力量也不如 没有再去找六级圆龙麻烦 天干麒麟直奔一头七级圆龙冲了过去 六级圆龙并不能对唐宇格起到磨练作用 距离最近的那头七级圆龙 在先前六级圆龙被击杀的时候 目光就朝着唐宇格这边看了过来 眼中金光绽放 强大的吸扯力顿时向羹金麒麟和新金麒麟吸附了过来 但就在这时 麒麟转换 五行轮转 羹金麒麟变成了甲木麒麟 新金麒麟变成了乙木麒麟 目属性绝缘 对于金属犀利毫无感应 七级圆龙爆吼一声 猛然转向唐宇格这边 无数金元素瞬间在他身体周围凝聚 化为一块块犹如灵天一般的东西 朝着唐宇格暴射而出 金属风暴 唐宇格所化麒麟柔身而上 麒麟再次转化冰火 麒麟绽放出炽热的太阳之火 龙元金本就怕火 更何况是他这五行相生带来的近乎极致之火 金属风暴才到唐宇格身体周围附近 立刻就会化为点点滴滴的液体低落 根本无法靠近他的身体 麒麟前冲 七级圆龙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 转向他这边正式 突然他猛地仰头向天 巨大的头颅突然亮了起来 空气中所有的金属元素 顿时朝着他的方向蜂拥而去 这头七级圆龙的身体 顿时变得明亮通透起来 身上流光溢彩的金属光韵 全都朝着头部凝聚 宇格 小星蓝轩宇在后方喝道 唐宇格的身形停顿下来 到了七级圆龙这个层次 他的金顿之法 已经无法顿入对方体内 七级圆龙对于金元素的掌控 并不在他之下 所以 他此时选择的是 处于火麒麟的状态之中 丙火麒麟 丁火麒麟并肩而立 炽热的火焰缓缓相容 丙火麒麟身上的金红色火焰 和丁火麒麟身上的幽蓝色火焰 渐渐融合在一起 化为纯粹的白色火焰 阴阳融合 混沌之火 轰隆 一声巨响声中 一道金属雷霆 从那七级圆龙头上暴射而出 直奔唐宇格而来 混沌麒麟抬起头 一张嘴 一团混沌火焰喷射而出 嗤嗤声中 金属雷霆在混沌火焰中融化 但唐宇格也是后退了几步 对方的金属性明显更强大一些 这是能量层次的差距 七级元龙 已经有接近于人类八环魂胜层次的实力 身体强度更使元胜八环魂胜 再加上龙元星的金元素如此浓烈 就算是一般的魂胜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另外几头七级元龙此时都在被军方强者缠住 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 在七级元龙战斗的附近 其他元龙都会远离 人类机甲师也是如此 轰 轰 轰 连续三道金属雷霆轰击而至 唐宇格也是连续喷吐了三口混沌之火 将雷霆化解 但每化解一次 他就会后退几分 混沌之火虽然强大 但他的修为不足 主要是没有混合 后继有些乏力 渐渐的有点挡不住了 空中 蹲坐在幻之精灵龙背上的 元恩灰灰缓缓张开了长弓 身下的幻之精灵龙 顿时释放出大片的彩色光韵 向他身体融入过去 我可以 唐宇格的声音却在这时响起 元恩灰灰愣了一下 放下手中长弓 哼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道 真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混沌火麒麟 就在这个时候扑了出去 金属雷霆在置 但他的身体却是瞬间分裂 借助分裂的沙纳 避开了雷霆轰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